刚刚的部分主要就是把三重这个名称 把它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但是我下一个阶段是希望什么 不是只有三重 而是全部 全部难度就更高 但你工作里面几乎应该都是全部 全部里面的 假设你有一个资料夹 你希望把这资料夹里面所有的东西 管它是TST CSV 还是各种东西 你一定要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些窍门 比如说打开之后 分析一下它的结构 结构一定是空白 空白后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空白加反斜线 那个部分一定要拿掉 不然的话你塞进资料会不会出错 还有就是说如果是斗点 你就用斗点SPRIT SPRIT有点像资料剖析 如果是那个什么Table 反斜线T 记得你要反斜线T 不同的资料 你要不同处理方法 这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就说 如果你实在看不出来 你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用 你另外自己去装 那个Nordify Plus 也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软体还蛮好用的 这边有个检视 特殊资源 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OK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地方可以帮我把所有的档名通通显示出来 这里的话特别注意哦 其实只要能够所有档名列出来 也许是列出什么 列出一个串列好了 给我个串列 然后这个串列的话呢 我就把它丢到这边来 然后做什么呢 跑了一个回圈 它可以去开这个档 然后开完这个档 帮我把资料塞进去 换下一个档 换下一个档 这样的话 然后我就可以把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全部都丢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OK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的话 回去你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请你回去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范例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期末大概就是分享这样的作业就够了 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加的资料库就是不一样 没有资料库感觉就是黑白的 加的资料库其实就是彩色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是先把刚刚的那个python档 把它复制贴一下 变成第二个 因为我要保留旧的 接下来问题是 我把这些全部先mark掉 先注解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把三重变成所有的档名 那怎么把所有档名列出来 第一个 请你input一个什么 OS 那OS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work work是说 帮我把那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名都列出来 那列到哪里呢 列到一个 那个什么 列成一个串列给我 接下来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不用背 网络上应该会有 那接下来的话 for回圈 打一个root 那豆点的话呢 接下来dir s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你不见得一定要取这个 这个是自己取的 另外的话叫files 然后呢 in 特别就后面的话 你就打一个os 点work 他有个work work就走入这个work 然后刮呼一下 后面的话跟他讲说 我的目录在哪里 我的目录就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c点底下的这边 那你请你帮我 把里面的那个 这个档名帮我列出 因为是一个绝对位置 所以加一个小r 后面加个冒号 enter一下 好 特别注意 他会帮你做什么呢 这个oswork 可以说 他会帮你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dir s就是他的目录都帮你列出 因为这个目录里面 这里面没有任何目录 所以会是空的 关键在这里 他会帮你把档名放这里 把dir放这里 把那个档名放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它print一下 其实print 其实这个root可以不用print 因为我 不过我还是print一下 你可以把这几个 分别怎么 分别print出来 关键就是 这个里面到底放什么 其实 最重要就是最下面 最后那一个 叫什么呢 叫files 有没有 files 他就会帮你把这边里面的所有档放在这里 而且是一个串流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他执行完 放在下面 执行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root 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 一般是没有人在用 你就干脆 再串一下 他只是说把这个目录 帮你放回去在这里 那drs里面放什么 因为没有纸目录 除非说里面也还有纸目录 他就会再帮你把纸目列出来 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 files files里面放什么 三重.tst 中立.tst 而且是一个什么 串列 有没有 里面放什么 25个 那个邮局的档案名称 那如果有档案名称的话 我们后面可以怎么做 再把它加到一个回圈里面 然后呢 逐一的去抓取三重 塞到open的后面 他就把三重打开 对不对 然后就把刚刚的那个insert 丢进去了 然后再换下一个档 再换下一个档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我们要做的那个回圈 就OK了 所以特别重要 我觉得python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对不对 太简单了吧 这个其实我还蛮推荐你们 可以把它记下来的 就是以后 所以关键其实就是三行 这两行可以拿掉 第一个input 一个os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三个 这三个一定要放 因为他一定会丢三个东西给你 也就是你要三个东西去接他 就像他丢三个球给你 你就要有三个篮子去接他 一样道理 不能给他一个 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拿掉 这两个拿掉 因为用不到 我记得印象中好像不行 他没有办法这样给你接 可不可以 他可以接 但是接住变成这样子 这个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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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丢回来给你的tuple 然后这个tuple里面 第一个是他的档名 第二个是他的那个资料夹 第三个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串列 所以一般会这样 就是前面用三 这样子 然后我们只要取其中的这个就好 OK 把它print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的串列 那如果说我将来就开档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 打一个for圈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抓出来之后 通常的话就是会在这个里面 我们不用print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 在下一阶再抓一个什么呢 for name 好了 name 这个name的话呢 in 什么呢 in file里面 帮我把这里面的所有档名都帮我抓出来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里面的print出来 一个一个帮我print出来 那就把name的 把这个name print出来 执行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这个感觉就跟之前我们用dir DV模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用dir 然后在这边开 你根本不用了 就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先点习一下 待会可以的话 同学程度好一点 同学可以试试看 就是再把创列里面的档名 塞到open后面 然后呢 再把资料 丢到资料库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 OK 那今天的话大概 这个如果做完了 我想今天差不多了 后面的话你可以找其他的范例 我想你身边蛮多这种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 跟各位讲 坊间有书籍 真的我也看别人写的 太复杂了 你可以google一下 派生里面怎么样抓 目录里面档案 写的好复杂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就只有这样而已 OK 所以你要把档案列出来的话 不用太太多东西 就是只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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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